你能相信吗?航天飞机居然是从大气层边缘直接坠落回来的 怎么回事 飞机下降前都会广播 你有没有算过啊 从开始广播到实际落地一般都要用多长时间 最少也要半个小时吧 但航天飞机从同样的高度落地只需要三分半钟 我们来算算啊 拿普通民航飞机11000米的飞行高度来处以3.5分钟 得出的结果是航天飞机的下降速率达到了3140米每分钟 换算成时速就是190公里每小时 相当于自由落体的最终速度了 的确是真儿八经的掉落回来的 可是为什么并没有见他被摔的粉身碎骨呢? 我是外科全数火箭说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航天飞机那不可思议的降落过程 这个过程的起点始于垂直高度在300到700公里之间的近地轨道 终点则在美国佛罗里达东海岸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一条跑道上 所以航天飞机实际上要干两件事情 一个是降低垂直高度 另一个是跨越水平距离 但最有意思的是 这两者它都是靠借力来完成的 降落借的是地心引力 跨越就更绝了 借的是地球的自转 举个例子 假如此时航天飞机正在南美洲上方 以28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朝着与目的地相反的方向绕行地球时 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飞到目的地的上空呢? 打个转向灯直接拐个弯飞过去可以吗? 可以的 但是在太空中转弯全靠发动机 而打开发动机就意味着要烧燃料 不巧的是航天飞机的燃料罐 已经被它给扔掉了 就是起飞不久后与机身脱离的那个橙色大罐子了 此时的航天飞机只在这两个小引擎里面 还剩了一点点的燃料 它们叫做轨道机动发动机 主要起两个作用 一是在发射的最后阶段当这三个大引擎全部断粮之后呢 最后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送到最终的轨道上 第二是当任务执行完毕需要返回时 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的速度降低一点点 好让它能够开始往下掉 所以这么说起来啊 它是既没有足够的燃料来拐弯 而真要是拐弯了呢 也就别想着减速再回地球了 自然宇航员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那它们该怎么做呢? 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等着地球自己转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地球在自转 而航天飞机的绕行轨道却没有转 两者的相对位置当然就会发生变化了 等到航天飞机的轨道已经来到了肯尼迪中心的上空时 它就可以掉个头 把轨道发动机里面的燃料全部烧光光来减速 开始准备下落了 你说掉头这种操作它是怎么完成的呢? 是靠这些在机壁和机尾处分布的几十个小型推进器来完成的了 就连每个轨道机动发动机身上都有12个这样的推进器 当反推结束之后 航天飞机的速度大约下降了每小时400公里 足够它脱离轨道开始下落了 从这里开始剩下来的一切那都是滑翔了 是的 这大概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最重最快的一架滑翔机了 大约滑翔半个小时之后航天飞机就开始进入大气层了 此时它的速度为27500公里每小时左右 音速的23倍 所以会与大气层发生剧烈的摩擦 航天飞机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摩擦来减速啊 于是它将机头撬起大约40度用自己的腹部来冲在前方的空气 以便达到最好的减速效果 在巨大的热量下空气都已经被电离了 所以从各个视角看起来呢 此时的航天飞机都像是被包裹在一个火球当中 而阻止它真正燃起来的 是机肤上盖着的2万块硅板和机笔与机翼前缘部分的碳碳复合材料了 它们都有绝佳的隔热性能 尤其是碳碳复合材料 所以你应该就知道航天飞机在重回大气层中最热的部分在哪了吧 就是在这个灰色的部分 当年哥伦比亚号灾难的发生呢 就是由于一间部分的隔热材料受损造成的 那是一个既悲伤又服戏剧性的故事 改天我们来好好讲讲 就这样靠着与空气摩擦呢 航天飞机的速度逐渐降了下来 同时高度也降低了 看起来呢 一切都在朝的好的方向前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跑道就在前方8000公里处静静的等待着 但是 降低的高度带来了升高的空气密度 这个时候呢 记忆就遇上了一点麻烦了 因为胜利开始产生了 咦 有胜利不是很好吗 飞机不都是靠胜利来飞行的吗 是的 对飞机来说呢 确实是个好消息 但此时的航天飞机 它还不能算是飞机啊 它只能算是一个长着翅膀的返回器而已 有胜利是很麻烦的 如果任由胜利产生的话 它会被重新推出大气层 然后像打水漂那样 不知道会飘向何方的 此时 减小胜利的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进一步抬高机头 产生更大的阻力来将速度减掉 但这样做的话 有可能会产生超过隔热材料吸收极限的高温 将整架航天飞机融化掉 所以角度不能变 因此胜利的大小也没法变 那能变什么呢 能改变胜利的方向啊 胜利的方向是垂直于机翼向上的 如果我们把航天飞机测过来 自然也就改变了胜利的方向了 测的越厉害呢 胜利在垂直方向上的作用也越小 就越能够避免发生打水漂的现象了 但你肯定已经想到了啊 机身测过来 胜利不就会把航天飞机推向侧面吗 没错啊 所以它就要左侧侧在右侧侧完美的走出一条波浪线出来 经过这一顿操作航天飞机的速度已经降到了2750公里每小时左右了 正式成为了一架飞机 只不过呢 是一架设计的比较糟糕的飞机了 你从它小的可怜的机翼就能够看得出来啊 在操纵空气方面 它是捉襟见走的 好在啊 一套由五台电脑组成的飞行控制系统 还是可以通过调整复翼和尾舵 来有限的控制航天飞机的翻滚偏航和抚养的 甚至还能这样将尾舵分开成两半变成一个减速器呢 在来到高度3000米时呢 航天飞机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转向 对准跑道开始俯冲了 受俯冲呢 一点也不为过啊 普通民航飞机在下降的最后阶段 滑行路线与地面的夹角在3度左右 速度在250公里每小时左右 而航天飞机呢 夹角是20度 速度是550公里每小时 基本上啊 它就是撞上去的 为了避免真的撞上 飞行员会在最后直升几百米的时候呢 紧急将机头拉起 再次像是在大气层顶端那样 用速度来换阻力 帮助航天飞机最终降到360公里每小时的触地速度上 然后啪的一声 再继续滑上5公里后呢 终于停了下来 时间从启动最后一次轨道机动发动机 减速开始直过去了一小时零五分 差不多就是你的机长告诉你飞机准备下降 所要用到的时间了 可它距离目的地的距离呢 是你的40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A是油猪身上有个浴缸 是真的浴缸啊 而且是用昂贵的钛合金制作而成的 它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飞行员能够活着回到基地 为此哪怕付出整架飞机空重的将近一成也在所不惜啊 当然这个重达540公斤油最薄13毫米 最后38毫米的钛板拼接而成的浴缸呢 表现也十分优秀 经过测试它可以承受出23毫米火炮的连续打击 甚至在一个极端的案例之下 连57毫米的火炮它都给防住了 那是在1991年的1月 F生上校驾驶着自己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严重受损的A10攻击机 勉强降落到了位于沙特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 此时啊 它左边起落架上面的轮胎已经炸掉 正在冒出滚滚的浓烟 而刚刚经历的空中噩梦更是历历在目啊 右翼被打成了塞子 油箱在拼命的漏油 甚至连挂在机下方的一枚响尾蛇都被击中后自己给穿了出去 能够活着降落到地面呢 已经是相当幸运了 可其实啊 F生上校比他自己认为的还要更幸运 当事后检查飞机时 他们一共输出了378个弹孔 发动机挨了45下 响尾蛇不知道挨了多少下 因为他已经飞出去了嘛 驾驶舱下方 也就是F生的屁股底下 则挨了17下 还都是那种超大的弹孔啊 所以很不幸 这架A10呢 应该是被一门四连装57毫米的防空炮的四发炮弹都击中了 但是他也是相当幸运的 因为在这样的打击之下呢 他的钛合金浴缸都没有被击穿 只是多了很多的裂纹而已 用F生上校的原话来说 如果不是钛浴缸 我可能就不会站在这儿了 很厉害有没有 可其实这只是A10 一架被设计成拥有全面生存能力的飞机的一百多项安全功能里面的一项而已 难怪啊 即便到了现在他也无法被淘汰嘛 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就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个想听 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安排上 咱们仔细的来讲一讲A10游租